华盛顿时间12月12日美国主导的首届归和平 Pox Silica峰会落下帷幕 会后签署的归和平宣言 虽不具约束力 却被视作全球科技领域地缘合作的重要信号 当人们的目光聚焦于美国的主导角色 或是日韩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显赫地位时 一个似乎不以矿产资源或庞大 制造业建长的国家 新加坡 却同样作为核心签署国位列其中 这不禁引人深思 在全球大国竞相布局关键科技供应链的棋局中 为什么是新加坡 这个城市国家的出席 又揭示了美国主导的这一联盟背后 哪些超越单纯技术围堵的深层逻辑 从表面看归和平 联盟直指当今科技竞争的核心命脉 其名称 Pox Silica本身便是一个鲜明的信号 它融合了拉丁语中的和平与规 后者正是芯片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即时材料 美国国务院将其定位为在人工智能 与供应链安全领域的旗舰计划 目标是与盟友即可信赖 伙伴构建新的经济安全共识 宣言签署国一致认识到 人工智能革命正在加速重塑全球经济和供应链 而经济价值将贯穿从关键矿物 能源到制造硬件乃至未来新市场的全链条 因此合作重点明确涵盖了软件 数据中心、半导体、矿产加工及能源等战略领域 尽管宣言文本未直接点名任何国家 但其强调的减少强制性依赖 应对非市场行为和扭曲市场的产能过剩 以及美媒直言不讳的将此倡议与 中国在稀图等领域的主导地位相关联 都让外界清晰地感受到 其在地缘科技竞争中的针对性 然而如果仅仅将归和平 视为一个旨在排他 带有浓厚对抗色彩的技术堡垒 或许就低估了其设计者的考量 也误解了像新加坡这样的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的参与恰恰为解读归和平 迪真正用意提供了一个关键视角 这个国家的优势从不在于 掌控矿山或拥有巨型的晶圆场 而在于其作为全球高端要素 连接器与催化器的独特地位 当美国寻求构建一个可信赖的供应链网络时 它需要的不仅仅是原材料产地和制造工厂 更需要一个能够高效安全 且基于规则整合资本 数据人才与创新的中立枢纽 而这正是新加坡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首先新加坡是全球公认的金融与财富管理中心 能够为跨越国境的庞大供应链 投资提供高效的资本筹集 风险管理和跨境结算服务 在宣言提及的投资安全实践 基础设施以及奖励措施等方面 新加坡成熟的金融和法律体系正式将合作 愿景转化为具体项目所必须的制度基础设施 其次新加坡自身就是数字经济和可信数据流通的坚定实践者与推动者 其国内先进的数字政府架构 对数据中心和海底光栏等数字基建的持续投入 以及对人工智能治理的前沿探索 使之成为构建可信赖信息网络的理想试验田和示范窗口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新加坡长期奉行的平衡外交与其中立 可靠的商业声誉 使其能够扮演一个各方相对都能接受的中间平台角色 在一个旨在降低地缘政治风险的供应链体系中 一个非区域争端的直接当事方 其与主要经济体都保持畅通合作渠道的节点 对于维持网络的稳定与开放至关重要 因此美国邀请新加坡并视其为核心签署国 其用意超越了简单的拉拢盟友 这更像是在构建一个复杂 生态系统时的深思熟虑之血 美国提供了战略引领和市场 澳大利亚非洲国家可能提供矿产资源 日韩贡献尖端制造 而新加坡则负责为这个系统注入 确保其顺畅运行的血液及资本 数据流通的规则 这是产权保护和跨国合作的信任基础 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常任秘书庄凯峰 在会后声明中的表态精准地反映了这一立场 他强调宣言 认识到在国际上和私人领域合作的重要性 这暗示新加坡的关注点在于促进基于规则的包容性的国际合作 而非选边站队的对抗 通过参与其中新加坡旨在确保这个新兴的 科技合作架构不会走向封闭 而是能为其本土挤注心的 跨国企业打开新的机遇之门 巩固其作为全球科技与创新枢纽的地位 归和平峰会极其宣言的诞生 无疑是当前全球科技与供应链 重组浪潮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场合作的背后是全球科技格局重塑过程中 技术联盟与区域枢纽的必然结合 也是新加坡长期战略布局的必然结果 随着人工智能革命加速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构 归和平峰会只是一个开始 而新加坡凭借其多重优势 必将在未来的全球科技合作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那么你认为新加坡在归和平峰会后续的合作中 最有可能在哪个领域率先取得突破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转发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